我先去示範看一下軍訓的東西 他不太喜歡政治方面的東西 他們可能不喜歡那種大家都一樣的 他後來就逐漸意識到 他剛來來中國都沒有意識到政治無處不在 他後面過了幾個月之後 發現他有很多東西 確實是有很多政治因素在裡面 比如說他交了第一個朋友 為什麼是中文老師而不是會說英文的人 因為校方他那時候意識到 校方已經給那些老師施加壓力了 不要去接觸他們 他們是危險的動物 甚至有很多老師 比如說宴請他們說要去家園做下課 結果到臨時突然取消了 說是扯個什麼理由說什麼道路不通 他那時候就一看 當時道路沒有任何問題 然後還有就是說他們的什麼信件什麼的都被人拆了 然後裡面現在關於中國敏感的東西都被人摳掉了 然後被替換了 這完全不可能是什麼電腦公主引起的 然後還是他在課上說了某一句話 我覺得這個是很可悲的 就是說他在課上說了什麼一些出歌的言論 結果發現在校方裡面都有記錄在那裡 不好就有記錄 對 他就說學生裡面想有報告 所以他對這些事情他的反應 他其實是覺得這是不好 就是對這種文化 他看到中國的很多東西 他覺得 這個政治方面的東西 他肯定是不喜歡的 而且那個時候一個中國人在美國的話 還有比如說你有一些 你說我剛好笑 如果你 甚至比如說一些軍事方面的職位 你也會受到這種 就是問 就是問 就是問你 叫軍工企業 是不是 我不是說 反正 我聽過一個例子 就是 可能這裡有一些 軍方背景吧 反正就是 他來美國之後 也是一舉一動 然後大家都知道他在幹嘛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 因為 他只是個教室 但是那個軍工 在任何國家都很敏感的事情 所以說我不認為這個可以等同的 或者說 我就是想法人相傳局成不不同 對 對 他們都是被重的被 對 對 一個是意識形態 基於意識形態的監視 一個是基於國家安全的監視 當然有人說意識形態也是國家安全中重要的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對吧 我覺得 因為要了解一個文化是需要一段時間的 他在中國待了三年 他可能看過很多的書 當然一個作者去寫 他總有自己的觀點在裡面 但是真正去深入的了解國家的文化 它的來源 我覺得是需要長於三年了 在那裡的時間的 那如果這本書 它有很多的 就是衝突這個東西是difference 但是不是說it's good or bad 就是呈現 之前有人說這不是說很好 因為它跟以前其他反應中國不太一樣 它是一個真實的呈現 那我聽起來感覺它裡面還是滿有它自己的一些personal opinion 對 因為它受到高等教育那麼多人 所以它有一些 它自己覺得已經是 那樣的東西 它可能不會那麼改變 但它也會嘗試去理解東西 所以這就是說 它為什麼會對有些這種表面的比如說噪音 或者說無暗的什麼 它覺得不是問題 但是它對這些 跟它的核心價值有關係 它非常堅持 它裡面會大段大段的描述 就是說這裡面它覺得不好的地方 那時候就是完全 它已經脫離開了 比如說政治方面 其實對它來說只是個小插曲 它沒有裡面寫太多的東西 它可能是批評保守通話 批評這個什麼三峽 然後批評這個校方的這個腐朽的這種管理思維啊 然後他跟那些學生一塊去惡作劇的 然後去挑戰學生 挑戰那個學校的什麼東西 然後很好玩的 這可能不是最可憐 它裡面就是說 它會發現中美之間 確實有一些根本的東西 然後它是想裡面發表一些意見 比如說它裡面就講了很多這種 比如說它觀察了中國人對這種公共事務的這種梳離 所以家門之外的就關我屁事了 不是家門之外的 那種三牆吧 然後淹到他們門口 他們對這個問題完全毫不關心 那個畫的線畫到150多米 就畫在旁邊 他們完全沒有任何感覺 他們說只要修一個40多米高的牆在旁邊就可以了 但是修在他們家門口 他又沒有原因 他對這些事情他們完全不考慮 他們覺得就上門安排什麼就是 對我覺得可能也有一些科系偏好 就是說過過一段時間 你現在發現很多東西就開始有些 有些什麼 下門的下門的下門 但是這裡面就是它也講了 就是說它當時批評了這個中國人 一些缺乏的東西 就缺乏一些嚴格的社區感 然後不殘活那個公共事務 然後對公共事務也沒有缺乏了解 然後也不願意去了解 然後這些其實非常重大的事務的話 他們一方面是沒有辦法取到獲得信息 另一方面就是說有對公開活動的嚴格抗議 而人們無法參與其中 最重要的是他們既不期望也不主動去要求這些信息 然後他說這個公共事務的疏離太如此撤離 然後就是說不僅僅是因為社會 不僅僅是因為後解放時代這種社會主義教育 這種說白的是因為有一些 中國人的從最開始的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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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中央集權 就是這麼多年的美國 然後它是一個美國的 就是美國這方面是不同的這種文化 它從這個地方長大 確實是很難理解我們為什麼是那種 對然後他批評說中國這種沒有社區觀念 導致最嚴重的惑惑 就是說我們中國所謂的集體學 其實是比美國要退化的 就是說我們的集體其實只是一個小團體 或者是一個家屬或者是親友 那裡才是一個小的集體 然後對於這個集體之外 他們都是跟我關心的 然後碰到任何事情 他們都覺得跟我毫不相關 對 我剛才想說就是 我覺得就是順便你的話題 我覺得我很欣賞這本書 是因為每個人肯定都有自己的性格 每個人肯定有自己的這種感覺 他把自己的感覺也覺得很深刻 就或者說很到位 但是或者說很很很很很很 都說把自己的感覺寫得很很清晰 但是他在說這些批判的事情的時候 我總的感覺是說他沒有一個很主觀的評價 他自己也說他不想做 judgment 所以所以我感覺說 包括你剛才念的那句話也是 他只是把事實列出來而已 他沒有說這個設定是好或重的 只是從一個另外一種眼光來看 所以我覺得這個才是 比如說他那個公共事務 他後面基本上每本書裡面都 他覺得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在他後面的三部曲裡面 他每本書裡面都有對這個更進一步的描述 比如說他那個尋諸中國或者是那個賈古文 他們也說過就是說 說每個人都 無論每個人有怎麼樣的問題 都只是他個人的問題 只有他自己能解決 人們對於合理的制度沒有基本的意思 覺得其他人的麻煩跟自己沒有關係 對運動的鎮壓 讓大多數中國人感到乖 這些人只是做了些事情 在政治上有些細微的失誤 並沒有犯更大的罪行 而一般人幾乎都不會對這些信徒表示同情 因為他們絕不會想到這個他們自身於法律關係會有什麼聯繫 不分析因為文化上的原因 中國人從來沒有很強的社區歸屬感 中國人最重視的是家庭和其他有直接聯繫的人 不過缺乏一個理性的法律環境 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導致的人 只關心自己的問題 我想提幾點 因為我聯繫給你們想到好幾點 第一點就是說中國在中國古代的話 什麼劉家村 茨家莊什麼的 在那樣的傳統社會中 就是以身份親戚敵結的話 那樣的話就是這一家村都姓劉 茨家莊這個莊都姓齒的話 那時候是有的 因為那在於說 那個時候大家都是同一個族 同一個族裡面 同一個姓裡面 那個時候而且有什麼村長還有一些長者 村裡有重大決定的話 要問那些長老 這是這個 但是這是古代社會 然後梅英法 這個是邏輯思維講了很多 講了很多次 說梅英教授在古代法裡面提到說 從古代社會到現代社會的一個重大轉化 是從身份到契約的轉化 也就是說我們現代社會是個契約社會 基於法律的契約 這而中國現在其實就在社會轉型期間 這個轉型導致結果就是原來的那種石家莊被打破了 現在都重新個體組合到北上管 OK 北上管聲裡面 包括弗林可能也是一個 然後呢 而這裡面每個人都是個體 但是個體中 他跟他 就是說他都沒有什麼community那個文化 因為中國就是這樣子 所有的個體是個體組合的 而沒有那種 美國的community文化其實是很早 早於美國建國 所以說美國說他民主啊什麼的 很多的community他自己決定 你這個房子你要拆掉 要建什麼樣的房子 你必須這個community 你要貼出來 大家community上面要同意 對吧 你這個店你要賣 要賣掉 你必須先貼個公告說 我這個店要賣給誰怎麼樣什麼的 然後必須community的能同意才可以 我當時一開始聽的時候 我說這不是 這美國不是講 就獨立自由嗎 這我自己的店要賣給誰 這是我的事情 關鍵什麼事 但是其實就是說 美國人他就是說 相當於他們的民主 他們獨立自由 是基於這community的 這個事情 local的事情 我們local決定 不由president決定 就是這樣子 他們美國是有非常強大的 那個community的自治文化的 所以就說OK 這個local事情 我們自己決定 所以在這基礎之上 他們在漸漸的發展上 然後組成 由一堆community組成 那county啊 然後state啊 一直是完善的 民主是至下而善的授權的 那跟中國這個 確實就是 中國就是 一方面 老的社會是至上而下的 軍權天授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說 從 如果在以前的話 舊的社會的話 一個石家庄裡面 那是 那石家庄出了什麼事情 這個村中的長老 大家一起來 來討論這個事情吧 哎呀 這家媳婦跟那家人一起偷情了 怎麼辦 一起開長老會議吧 但是就是說 由古代社會 像現代社會的轉化 把這個石家庄打碎了 打碎成個體 北上廣 北上廣又沒有形成community 然後所以 就會出現了他那種情況 不過他自己也 後來也是講過就是說 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 他自己分析就是說 他後來也分析說 他作為一個外來者的話 其實他 有時候這樣發表這種 這種看法 難得太容易 就是說 作為一個中國人的話 你要是像 像他說的這種 其實是有很多這種人 或者代價和風險 他 他在發表這些意見的時候 他存在 沒有真正的去 去想到這種東西 就是說 他只是一個外來者 毫無因為一個 中國的外來者 會更加孤立 看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他 我和這裡 所有的人一樣 生活在相同環境裡 然後這裡有 含毀不清的法律法規 無法避免的違法行為 然後在這個 但是我在這個 體制的風險更少 無論我對廣場上的抗議 有多動物同心 我只是隔著一層 東西去觀察它 因為我絕不可能陷入 像他一樣的經典 不會有警察把我 大使或者把我送到 勞改所裡 當局有可能會對我 做嚴厲的處罰 也只是把我驅逐出境 有時候 這會讓我感到困擾 因為我中國生活 就像我所觀察事物的 桌面模仿力 不過我在更多 在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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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更多